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些老阶级游戏 都是在PS5上玩的 有街霸2 圆桌武士 快打旋风 吞噬天地2 赤壁之战 鸣将等等 可以玩日版 也可以玩美版 还支持调快速慢速 还有各种怀旧复古的效果 如果你也喜欢请跟着我往下看 这算是一个入门保姆教程 这是两个阶级模拟器 都是免费的 PS5在港幅商城可以下载 它的名字叫卡普空街机厅 算是官方街机模拟器 这个黄色的是一代 红色的是二代 每一代各送一个游戏 而且都是正版游戏 街机一代赠送的是1943 是个打飞机的游戏 二代赠送的是这个西游记 三三 都支持双人同屏游玩 在PS5 PS4 PC Steam 还Switch平台都可以玩到 而且都是免费的 这个街机模拟器的本体 是免费的 里面的游戏却是付费的 往下走 这一行叫追加内容 就是DLC 1941 1942 1944 名将 战场之狼 J8RX 屯实天地2 这些一个一个的游戏 都是付费的 原价16港币 但是它经常打折 折后8港币 最近我在玩的时候发现 游戏还能切换日版和美版 默认是美版英语 就是在选择游戏的界面 我们注意看 左下角有个ROM版本GP 但是它默认是EN 我估计很多同学不知道 有这个切换按钮 怎么切换呢 按手柄键的触摸键 按一下 就可以切换 比如这个游戏 我们经常管它叫三国之二 它的日版叫吞食天地2 但是它的美版英文名字是叫天命勇士 这个很不熟悉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们经常玩的版本就是这个日版 因为日版里面可以显示中文 虽然是繁体的 我记得有个小兵叫肥肥 我们那时候还给同学起外号叫肥肥 还是这个日版看着更亲切 因为都是回忆 像G82也可以切换日版和美版 还有快打旋风 像这种欧美游戏 还是美版看着舒服 好继续说 游戏里面也可以切换速度 现在是正常的速度 我们可以按手柄的L2键 来给它加速和减速 按一下 这是加速 再按一下 这是第二档加速 看走动敌人都变快了 再按一下是减速 现在是最慢的速度 再按一下是第一档慢速 再按一下回到正常的速度 这些在官方说明里面都有 我觉得这个降速挺有意思 特别适合我们这种中年人 因为我们小时候玩这些游戏的时候都在上中学 现在都是中年了 孩子都上中学了 反应速度明显变慢 现在速度变慢了 我们打起来会更容易 特别是我在玩街霸2的时候 有一个turbo玩 放慢两倍速度正合适 下面说是怎么玩 以这个八人街霸为例 首先进入游戏 选择开始游戏 这个时候我们用右摇杆 是可以看机台的 接机上面是这样 没想到还有音箱 下面是这样六个键 一个摇杆 右侧我们注意看 有一个B 它有提示 就是往下按R键 这也是R3键 往下按 就是头一个B 然后按触摸键 是开始 这样开始选人 像这些老游戏 那时候都是在4比3的那种老电视上玩的 那时候电视都是显像管技术 现在这些屏幕都是16比9的 都是液晶屏 而且现在的屏幕分辨率都很高 显示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官方模拟器给了几种可以调的方案 在游戏中我们按Option键 先调出菜单 再到处第三个有个显示设置 它有一个预设 默认叫超级 向右是自定义 还有普通 还有简洁 有这么几种方式 其实这个也不错 画面还很大 另外还支持多个画面滤镜 现在这是A类型 B类型 C类型 C类型就有点肉了 D E FG 这个G类型它还有一点曲面变形 就是那种复古的风格 模拟老电视用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那就是手柄的键位 还是在菜单 有一个叫操作设置 三个拳三个角都在这了 如果你现在把战神老头环什么的都玩腻了 想怀念一下90年代的这些老游戏 可以尝试一下这两个模拟器 不过这里面也有缺点 我看这里面有很多个J82 但是就是没有J82四大天王 也就是冠军版 因为我小的时候玩的J82 玩的最多的就是12人J8 冠军版 又叫四大天王 可惜这里没有 不过我用另外一种方式给它复原了 不比PS5 PS4的阶级模拟器差 现在各位看到的画面就是我调试了 如果你也喜欢 我还会再分享